好,各位網友 我今天繼續來分享一個疾病的命照 我們疾病講到第四篇 疾病的命照呢 我手上是一大碟,慢慢講 疾病命照比較短一點 就是我們最主要是把它點出來 是什麼樣的命照 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大運流年容易發病 這個命照是大陸一位網友提供給我 我看完以後 我想說也可以列出來給各位參考 這位男童 他在今年 8歲 4月初的時候 突然發高燒不對 我們去檢查 結果發現了白血病 其實白血病 俗稱是血癌 也是算血癌 這個小孩子出生在2015年3月13號 排出來以後 乙味 吉瑪年 吉瑪月 勿子日 勿虎時 我想這個八字一看就知道 這個八字行衝都有 最比較兇險 指瑪行,指五衝 對不對 那麼又洋刃衝 我估計講過很多次了 洋刃 有衝 最怕來核 只要一核那個大運肯定就出大事 那麼 這個 在我們五行裡面 五行裡面 釘火代表是血液 各位記住 釘火代表是血液 所以這個人的八字 他應該沒透釘 第一字有一個五火 這是釘火的位置在這邊 那麼這個釘火呢 他坐在陽日上面 坐在災煞 釘火跟空亡 所以呢 這都是非常兇險的行 對不對 等於是 標記出來 這個人的釘火恐怕會有問題 那地質又逢衝 對不對 又逢衝 所以呢 他就是在 第一個大運 霧眼大運 就出世了 好 那麼這個眼 我過去一直不斷的講過 衝就印在河嘛 何況這是陽刃來河 陽刃衝河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運 那個帶商人 這個都非常棒 非常棒 所以呢 今年 今年八月份 對不對 對不對 又是來河了 對不對 又是來河了 就 就發現 得到這個病召 好 那這個病呢 如果往下看的話 也都不太樂觀了 因為這個下面是一個蟲嘛 植草河 也是一樣 煩惱釘火的問題嘛 這邊又植五蟲 植蟲 植蟲 可怕呢 不容易過關了 因為整個八字就 四柱有點動搖 不容易過關 所以我想這個簡單 來分享給各位 這是一個白石病的一個病召 謝謝大家 對